各位好 歡迎來到 癌症新觀點醫學教育頻道 我們繼續 今天繼續來延續上一次話題 上次我們談到的是狗狗 上次我們談到的是 癌症要早期發現 要早期診斷 才能夠讓癌症治療的成績大幅提升 讓病人能夠得到更好的治療機會 但是早期發現 說得容易做得難 因為早期發現 其實要經過一些檢查 這些檢查相對的不是太人性 我們上次也提到說 其實有一種很特別的事情 有一個很特別的事情就是 有些人的癌症竟然是狗狗紋出來的 嗅出來的 但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現在是一個AI時代 人工智慧時代 人工智慧其實可以幫助我們很多 醫療上的一些在進步 我們先來談談 AI 也來向狗狗學習秀 I wear 我們上次也提到說 癌症其實是一個黑暗中的惡魔 在黑暗中如果要找惡魔 其實它的困難度很高 也不是所有的癌症要能夠早期篩檢 早期發現 但是癌症如果能夠早期發現 確實早期治療 早期診斷產生的治療 它的成績就是會比較好 用暖茶癌的例子來看 第一期的暖茶癌的存活率 5年存活率就是第四期的暖茶癌存活率 將近多出快15倍的一個情形 這個差距性這麼大的一個數字 只是因為你的期數發現的早跟發現的晚 如果早期發現基本上就有可能讓你的治療成績比較好 但是癌症要做到早期發現 就像我剛才所提到的很困難嗎 其實目前有一些政府所提供的一些妨礙篩檢 簡單來看這些妨礙篩檢當中 其實像子宮頸抹片 乳房攝影就有一定程度的困難執行度 而且接受檢查人相對也不是太舒服 接受醫院也不會太高基本上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更人性化的方法來實現 癌症的早期發現 早期篩檢的呢 所以狗狗是不是可以幫助我們早期發現癌症呢 因為給狗聞一聞 就又不用抽血 又不用做大腦腸器 又不用吃蟹藥 又不用去做鹹飲劑的電腦斷層等等 是不是更好呢 Marshen理工學院的這個科學家叫做 Angel Martian 希望這些人類的好朋友狗狗 能成為人工智慧的好教練 教教AI怎麼學會分辨人的矮為兒 這是什麼樣一個故事啊 值得要去好奇 英國是一個特殊的國家 他們竟然開發出一種叫醫療檢測權的系統 叫做Medical Detection Dogs 這個Medical Detection Dogs 其實在新冠病毒期間 其實還是上了很多世界的頭盤 他們還順利這些英國醫療檢測權 來偵測這些旅客是不是有新冠病毒的感染 傳染的情況 為此呢 這個所謂的 這個剛剛講的 MIT這個學者 他們就從英國醫療檢測權的這個 Program裡面 去請來試兩條 兩隻醫療檢測權 一隻是拉布拉多的 拉布拉多狗 叫做Florid 另外一隻是七歲的匈牙利的 維茲拉姆犬 叫做Midas 這兩隻狗呢其實是當英國醫療檢測權當中的所謂的扛把子 是屬於專家中的專家 他們彼此的嗅覺非常的好 研究人員就收集了50個50份男性的尿液樣本 其中12份是來自已經確診的攝護腺癌的患者 他們先用其中5份的癌症樣本 有得攝護腺癌的樣本 跟15份陰性的樣本 也就是正常的樣本 對狗做訓練 就當Florid跟Midas去聞到那個尿液的樣本 確定那個尿液是來自癌症的患者 他們就會盯住那個容器 或坐在樣本前不動 如果判斷正確 他們這兩隻醫療檢 就會得到他的reward 就會給他一些獎賞 就會表示說 你這樣做是good job good job 你要多做一點 多做一點 所以這種嚴重的人 利用剩餘的尿液 對這兩條狗的 現在進行測驗 他們也取得很憂鬱的成績 就是說 這種所謂的可測 重現性是相當的高 就表示這個東西 確定是有聞到的東西 然後他再把這些所謂的 聞出來的這些所謂的尿液 進行一些所謂的枝譜裡的分析 那病院前用定序去發 去看說 基因定序去看說 這些尿液中間存在的微生物 到底有哪些 去尋找說 到底 攝護腺癌陽性的樣本 跟陰性的樣本 跟陰性的樣本 這個所謂的樣本當中 在基因檢測 在一些所謂的 氣體揮發物的通間 在一些所謂的 特殊的生物族群當中 微生物的族群當中 到底有什麼區別性 那對於狗 能夠區分這些尿液樣本 兩組分析看看 是不是狗能分析出 這些樣本當中 跟我們做所謂的 支部分析 做一些所謂的 所謂的後部 後端的分析 之間 是不是有一定的差異性 結果發現到說 確定是有 狗狗能看到的 尿液樣本 跟狗狗覺得 不是癌症的 尿液樣本當中 其實確定 在這些所謂的 分析的 資料上面 有一定程度的 差異性 然後研究員 使用狗的 這種診斷資料 訓練 人工智慧的 神經網路 讓人工智慧去學習 癌症的資料中 影響狗狗判斷的 特定部分 也就是說 讓AI去學習 狗狗到底是 靠什麼樣的 資料 去判斷出 這個尿液樣本 是攝護性癌 也就是說 養性癌本 和陰性癌本之間 的特異性的差別 然後建立出一個 多種參數的 一個綜合診斷 一個人工智慧的方式 這兩條訓練 醫療檢測的選項 像AI選手 如何從人的尿液當中 去發現癌中的 這個研究結果 竟然還發表在 科學器官 PLOS ONE上面 PLOS ONE上面 也就是因為 在這邊的科學論文中 總結到說 我們研究呢 其實證明了一件事情 即使只提供少量的氣味 複雜的樣本 狗兒還是可以 區分出它的不同性 並且 學習和提高 檢測性能 就是你當你 狗兒確定它能夠 找到 聞到這個檢體是癌症 你只要給它 所謂的獎勵 它就可以學習 它下一次再做檢測 再去做聞的 它的準確率會提高 就有點像我們現在 這樣狗去聞 那個所謂的毒品 或一些所謂的 一些微禁品 都就是用這種方式的方式 所以這個挑戰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把狗 去聞出癌症的這個智慧 成功移植到AI上 所以驗證方法的可行性後 它會進一步加大訓練 用一些遠算法 把它運算到說 把這些所謂的 所謂的AI造型的遠算法 運用到智慧型手續 希望能夠打造出一個 可以方便檢測多種癌症的電磁筆 比如說將來我們要做早期癌症 不用再去找狗了 也不用去做電腦專診 也不用做大家 你的手機下載一個APP 就可以進行手機的電磁筆 就可以知道說 你有沒有得癌症的可能性 你有沒有辦法早期的發現 你得癌症 而且最重要是 這個電磁筆的明明度 其實可以美美這個精準確率 不過目前 這都是一個預期的理想的狀況 是不是之後會發展到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能會再持續的做一些關注 將來是不是真的有這麼方便的情形 是我們值得是非常期待 也非常希望真的有這件事情 但是畢竟科學是一個需要經過反覆驗證 甚至要做臨床證明的一個醫學的方式 才是能夠真正用在我們人的身上 所以基本上今天講的這些內容 大概純粹就是查一番後 醫學相關研究的一些 查一番後的一些話題 千萬不要真的把你們家的狗抓來聞聞 叫牠聞出你來著 目前這些狗如果沒有訓練 可能牠的準確度是相當的低的 所以千萬不要這樣 但是如果偶然之間 狗真的有在你的地方 一個某個地方一直聞 或許去找醫生檢查 因為摸到腫塊 或許找專業的醫生做做檢查 也不是一個應該要做的方式 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結束 也歡迎各位能夠繼續支持本節目 謝謝